这本书家喻互相 但真正能把它看完的少之又少 那无人不晓的伯里曼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总结了三点 虽然很多人说它更适合有点基础的人 因为书中对肌肉和比例的讲解都非常的严谨一概 所以你要是有基础 你更容易理解更能学进去 那究竟为什么它能够受到这样的盛赞和推崇呢 核心点就在于观察方法和思维意识的指导 伯里曼的观点是把人体的每一个结构都拆分成块 你能看懂脸上这些立方体位于底下的面 即便是新手 你自己都能悟出在这些地方去夹岸 你要是能看懂这些立方体的侧面 即便是零基础你也能明白 为什么这棉岸交接线它曲里轨弯而不是一条弧线 它就是教你用块和线抛开繁琐的细节去观察整体 这种书从不是看到就等于赚到 一定要多练 它有个练习的册子 书中的每个案例都有展示 但这练习量肯定还是不够任重而道远啊 ез 带 和